今天下午兩點半是解除 瑪利亞颱風的海陸警報 不過昨天晚間到今天 清晨連續降雨是讓苗栗縣 泰安鄉多處是出現土石 鬆動跟崩塌情形 而在通往橡皮部落的大安道路 就有巨大的落石 躺過在道路中間 泰安鄉公所就表示 經過通報已經立刻拆拍大型機具 擊碎並清除巨大落石跟土堆 目前道路也已經暢通 不過針對特定易受災的路段 公所是希望中央能夠提拨經費 興建民隧道來解決特定路段 常年落實的隱憂